大家好 我是潘明俊醫生 亦都是Ben主診的腫瘤科醫生 其實現在前列腺癌 特別是轉移性的前列腺癌 那個發展都是很多 特別來說這幾年都有很多新的發展 由過去我們只是用一些叫做 賀爾蒙抑制 去到發展現在有一些叫做 綜合的治療 我們由2015年都開始發現 除了一些傳統的賀爾蒙抑制之外 我們都加上一些叫做化療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只是單一用賀爾蒙抑制 很多時候病人一段時間 病情都會出現抗藥性 而我們配合化療 會令到病人病情的控制 壽命都大大延長 而在2017年 我們都發現了 用一些叫做 靶向性賀爾蒙抑制劑 一些口服藥 都可以加在賀爾蒙抑制裏 可以令到病情 亦可以大大延長壽命 亦可以控制好病情 當然我們當然不會滿足這件事 在2021年 即兩年前 我們開始見到一些新的研究 就是將這些三種治療方法 配合在一起 就是賀爾蒙抑制治療 配合化療和靶向性賀爾蒙抑制劑 一起使用 發覺比起過去 只是兩種治療 例如花療加上賀爾蒙抑制 亦更加有效延長病人的壽命 令到病情抗藥性更加延遲出現 正如我們的病人阿Ben 他的身體狀況比較強壯些 他的身體比較健康 沒有什麼特別的病情記錄 而且他一開始的時候 病情都算是比較嚴重 所以經過我們一起商量之後 我們都決定和他採取更加進取的方法 就是採取這個叫Triplet therapy 三樣的治療一起做 發覺現在他的身體狀況都不錯 他的病情都控制得很好 所以他都希望 這種治療方法 帶來一些新的希望 很多病人都會問 除了這些治療之外 如果這些治療有失效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新的 在前列腺癌 轉移性的前腺癌裡面 有新的發展呢 其實有的 越來越多 譬如說 現在我們都知道 有四分一的前列腺癌病人 多一些基因特變 譬如說我們叫做BRCA的基因特變 而有些基因特變的話 我們都有一些標靶藥 我們叫做PA抑制劑 PRAP抑制劑 都是有效幫助到病人 控制好的病情 現在都有些新的 我們叫做放射同位數治療 LU177的治療 都是可以針對一些前列腺癌的病人 去幫他們 控制好他們的轉移性病情 所以你會見到 現在的治療來說 都是推長出身 有些新的研究 都開始發掘一下 譬如說一些免疫治療 或者一些特別的免疫治療 可不可以幫助前列腺癌的人 更加能夠控制好的病情 所以總括來說 我在這裡衷心 去跟大家說一句 不要放棄 因為在現在來說 我們都有很多新的治療方案 給予到我們的 轉移性的前列腺癌病人 也都好像Ben 一直以來 都是跟醫生互相配合 希望他的病情 可以控制得更加好 希望大家 努力千萬不要放棄 亦都要多些跟你的醫生商量 一起努力